国产疫苗第二期临床试验如火如荼在进行当中 不过有专家直言了 如果只完成两期的试验 就申请紧急授权使用EUA 恐怕未来会不被国际上认可 由于欧盟计划 这个月将抛出疫苗护照方案 希望让打完疫苗的人 可以恢复旅行跟人员流通 但是疫苗护照上 目前倾向只认可完成三期试验的疫苗 包括了辉瑞莫德纳等次之疫苗 而中制跟二制的疫苗 因为有部分国家已经紧急授权使用 因此预料也会出现在名单上 至于台湾的疫苗 只完成了二期临床试验 外界担忧恐怕会难以被国际接受 国产疫苗第二期临床试验和时间赛跑 只要通过后就能申请 紧急使用授权EUA量产开打 但有专家直言 这样的做法在未来国际通行的疫苗护照上 恐怕不被认可 基本上这是对的 因为你如果没有完成三期临床试验 等于你的保护效果是不清楚的 如果有一支疫苗的保护效果 不清楚的时候 它在第一阶段 大概不会被列入疫苗护照的对象 因为就是你打了一支 不确定效果的疫苗 那先进国家他们的疫苗 都做完三期 所以从理论上跟实物上来讲 这个是有可能发生的 由于全球都想快速回到正常生活 欧盟计划在这个月 推出疫苗护照方案 疫苗护照上需载明有无接种疫苗 接种核种疫苗 以及接种后筛检状况 和痊愈后有无抗体等资讯 而护照上预计只会认可 有完成三期临床试验的 辉瑞 莫德纳 AZ和交生疫苗 另外已经被部分国家认可的中制 和二制疫苗也在名单上 因此护照疫苗 若只经过二期的临床试验 恐怕会被排除在外 大部分的EUA 也都是在没有完成第三期的时候 就发给大家 叫EUA 国产疫苗感制 但保护力未来能否被国际接受 挑战还很大 解释报道 谢谢